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年仅13岁的天才儿童江景亮 获得两所世界前百大名校录取 最后以13岁低龄录取美国纽约大学 创下了台湾土生土长 青年级就被美国顶尖大学给录取的首例 江景亮在8岁的时候被证实智商高达160 从小妈妈独立抚养 原本一度还怀疑儿子有问题 就医之后才知道原来儿子是天才儿童 专注认真的神情拉着小提琴 投入在音乐世界里 13岁年龄一般人就读国医 但北市民生国中的江景亮 一口气录取两所世界前百大名校 也让美国纽约大学受刺铺个录取 用纽约英文在学校进行演说 江景亮8岁或颁天才儿童证书 证实智商160以上 9岁拿到剑桥英检大学程度 10岁通过托福PPT测验 都是亚洲年纪最轻记录 他不仅语言天分惊人 6岁就看哈利波特原文小说 而且从不熬夜 9点半就睡觉 早上7点起床 也拥有许多才艺 原本当作兴趣的小提琴 江景亮也练出今来 在国内小提琴钢琴赛一路称霸 曾拿下国际钢琴大赛 少年组总冠军 单亲家庭长大 4岁前只能用翻译机和妈妈沟通 一度让妈妈以为她有障碍 经过医师诊断才发现她智商超高 现在还跳级上大学 江景亮也说 因为有亲友罹患小脑萎缩症 希望未来投身研究 又喜欢音乐 才选择美国纽约大学 目前申请到明年再就读 筹缩学费出国追梦 记者许终于吴宗哲 台湾到